前面这一大片就是武汉的中央商务区 武汉CBD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超大型写字楼 真的是特别的繁华 但是这边目前感觉人流量不是很多 我们把镜头再转向这边 前面这一栋大楼 就是目前武汉已经建好封顶的最高楼 武汉中心大厦 目前的高度是438米 曾经的华中第一高楼 但是现在武汉还有一栋超高楼在建设的过程中 武汉绿地中心 但是那边是属于停工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能算 曾经的华中第一高楼 后面被长沙的IFC国庆中心超越了 但是这栋大厦比较的奇怪 它2009年的时候开建 在2015年的时候就建好了 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开放 据说里面一直是在装修的一个状态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并且这边交通相对来说还是挺方便的 像三号线七号线在这边都有站 但是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到 这边人非常的少 然后这些设施啥的感觉也是很长时间没有人维护了 我刚才在这站了半天 零零散散的看到了几个人 这栋大厦是由泛海集团 他们投机建设的 据说花了50个亿 并且这周围有很多楼盘 全部都是泛海国际的 这个中心大厦呢 它地下是有四层 然后地上呢 一共是有88层 它里面呢 是包含这个大型酒店 商务办公 等等的 是一个超大型的摩天大楼 这个以前应该是有水的 感觉 但现在呢 感觉有一点落寞的感觉 我们回头再看一下 这边呢 从这个规划来说 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繁荣啊 特别的协调对吧 在这个上面呢 都长满了这个杂草 曾经的华中第一高楼 武汉中心大厦 太漂亮了 直插云霄啊 这边这个大门呢 都是关起来的一个状态啊 这一条路啊 感觉走大车应该比较多啊 尘土飞扬 前面那边呢 看起来也是特别的繁华 回头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总是感觉少点人气啊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武汉中心大厦 大阵小的 海 每个状态都是 在我